既然咱们想用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帮咱们完成一个垃圾邮件分类的任务 那么首先咱们就得想一想 这样一份任务跟咱们之前做过的那些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一会儿要分类的一个数据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里我们看数据里只有两份 一个是negative一个是positive 就是说现在我数据是一个二分类 因为它就是一个垃圾和非垃圾的 对于一个正常邮件它就是一个positive就是这个.pos结尾的 对于一个异常邮件或者说是一个垃圾邮件 我就说它是一个negative的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首先我就随便打开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positive正常的数据 我们就不去关心这个数据它里边具体的是写的一些什么东西 咱们就来先看一下它的格式 首先我们观察一下这份数据 它是由一句话一句话组成的吧 也就是说呢在咱们的邮件当中 每一封邮件是由这么一长一句话来组成的 然后呢这里啊我们可能包含了很多封邮件 这些邮件呢都是一个positive 或者说下面那个文件夹它就都是一个negative的 那对于这样一份数据啊我们来看一下 它现在都是一些字符形表示出来的 好像跟咱们啊之前用传统的卷积神经网络处理的数据不太一样吧 咱们之前是不是说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对图像做很多的事情 那么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它只局限于在这个图像领域上吗 或者说咱们能用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在咱们自然语言处理上做一些东西出来吗 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要想一想 对于现在这种字符形的数据它是一句话接着一句话的 对于这样的数据来说呢我们该怎么样用卷积神经网络能够达到一个分类的任务呢 首先啊咱们就得先来想一想这样一件事 那咱们还是先回顾一下这个传统的卷积神经网络啊 它是怎么样去完成这样一个分类的任务呢 左边就是咱们的一个输入啊 注意点就是说对于卷积神经网络来说啊 普遍上啊它的一个输入都是一个图像的数据 一个图像的数据啊就是说啊 它是由一些像素点组成的 比如说对于左边的这辆汽车 我们可以说嗯它的一个长度是256 然后它的一个宽度也是256 然后呢它是一个彩色图 它有一个channel就是它的一个颜色通道是等于3的 一共有啊这样RGB三个颜色通道 然后呢我就可以用啊咱们卷积神经网络当中一些标志性的层 比方说这个卷积啊 齿化层啊还有中间的这些啊激活函数层 我们可以用卷积和齿化进行一个组合 相当于呢对原始的输入图像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 比方说啊我现在用多个卷积层啊 多个卷积层和多个齿化层 最终呢我得到了最后一层特征图 最后一层特征图呢我说啊 它是表示着当前图像的一个特征 然后呢最后啊我用这样一个全连接层 把它提取出来的特征啊给它组合在一起 组合成一种向量的形式 接下来呢我就可以用这个向量来帮咱们进行一个图像分类的任务了吧 那现在啊咱们的一个数据好像略显不同了一些 之前呢我们是对图像数据 图像数据啊我们来观察一下它的一个特点啊 图像数据首先来说它是一个三维的 如果说呢它是一个彩色图 它的通道就是等于三的 如果说它的一个是一个黑白图 它的通道就是等于一的 那么避免不了的呢就是说 首先图像它是一个矩阵 它是有长还是有宽的 那我们想一想 就是说对于咱们现在拿出来的数据来说 我现在不是拿出来这样一个文本数据吗 它是由一个一句话一句话来组成的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文本数据转换成跟这个图像数据啊 类似的一种格式呢 或者说我也把它转换成一种矩阵 能不能就用卷积神经网络来帮咱们去做这样一个事了呢 下面咱们就来想一想啊 我要用卷积神经网络去做这样一个文本的事 我们该经过几步来进行一个处理的操作呢 我们下期再见